有个96年的女粉宝宝跟我说呢 她已经在天河工作三年多了 然后有60多万的存款 60多万的存款 想要在广州买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那她的核心要求呢是生活便利 交通便利 最好是在地铁站旁边 来看我的左手边 就是直通天河的镇笼地铁站 再往前呢走过这个连郎 下雨天不用撑伞就可以回家了 接下来带你们去你们家里看一看 好我们先来看这套97平三房的户型啊 它是一个竖艇的设计 会显得动静分区更为的合理一点啊 那我们到阳台上去看一下 六米长的阳台 刚好符合她喵心人的一个需求 可以放上她的撸猫架 那这样子呢 她猫猫就可以有自己的玩乐小天地了 四五打造成父母房 让爸爸出来就能一半种花养猫 一半喝茶聊天 这样的生活才加惬意 接下来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啊 这里呢有另外一个次卧 做成了一个儿童房 在网里面呢就是一个18平的主卧套房 以后如果结婚也有宝宝了 一家五口人也是完全够用的 之前看到一个数据啊 就是现在其实女生买房的比例比男生还要高了 所以姐妹们棒 今天帮她开了这套房在广州黄埔的知识层 总投资额达到了1700亿 还有明年会开通的新白广城轨 小区里面呢就有小学 在这里小区商业学校地铁都是一体的 甚至周末不用出小区就可以逛街看剧 这套房的总价是200多万 那她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存下了60万的首付啊 现在已经2021年底了 你们挣了多少钱呢